哎 大家好 刚才录的 刚才我其实录了一段 然后没有狗狗也碰到线 好像没有那么做好 我再重新讲一下好了 就是一开始我是说到了 就是这一期我们 今年是2019年1月12号的深夜了 我们这一期主要讲什么呢 这一期主要是回顾一下 我对大阪和整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上一期我分享了一个 就是不比均线法开趋势 那么这一期我主要是 跟大家再次分享 关于月亮周期的一个用法 和如何用月亮周期来增加自己胜率 之前在网上 我因为做这个视频 有很多YouTube 他会自然通过自然归类 或者人工智能学习 他会他把这个很多非常好的视频 他推荐给我 就很多我都其实都看了 像那个Trader Becky Becky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特别好 每天都有更新 很多都是干货 特别感激他的那个分享 还有就是重重他的那个美洲 都有很多非常多的干货 对市场的判断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好了 我在重复一样的没意思 所以今天说一些不同的 如果有不同观点 我就说不同观点 如果有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咱们显线省序输归正轮 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看是 我其实给大家之前说过 就是周线级别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M头 M头的话 那么这个M头或者M是下来 这个是一个颈线 也就是说颈线跌破了以后 现在做了三根阳线回踩 颈线位置 就做逃命 那么我们注意看 如果我们说这三根阳线是个回踩 他是做逃命的话 这是第一个assumption 就是我们假设他是三根阳线回踩做逃命 那么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因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这个 如果啊 如果是回踩逃命的话 那么这三根线 他的买入量应该不大 那么确实是这三根线买入量不是特别大 还有一点就是说 就这个地方会形成比较大的阻力 他会形成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说再回到颈线以上之后 形成假突破再下来 或者直接这个地方形成阻力就下来了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assumption 就是我们的一个假设 假设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是M头 如果这个地方M头就是这一波 等于这一波 等于这一波 那么头可能跌两波 有可能跌三波 那么如果假设就第一波的话 南方应该也是还没到 那么如果我们说M头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现在是什么 是个强阻力区 那么强阻力区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呢 这个位置上怎么做至少不应该什么呀 特别特别的看多 应该谨慎小心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scenario1 scenario1就是 现在这个地方M头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区间顶到这里之后 下去 下去是我们scenario1 我们还有scenario2 给大家看啊 还有scenario2 我们scenario1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sorry 这个地方是强阻力不行 它下来了 这就是scenario1 还有一种就是它再次下上 它下上了之后形成一个什么呢 就push up failure push up failure就下来之后 然后再下 这就更更熊 还有一种情况 这是两种情况 给大家说了两种情况 对吧 我再给大家说一种情况 再说一种情况 这就是交易特别有意思的过程 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着 who knows 对吧 没人知道 第还有一种情况是再涨 到这个位置 应该不超过之前的这个 这个疯狂找 然后这个位置形成 形成又间接下 有可能吧 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就做满了一个什么样 拖线地 但是如果我们看啊 如果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大家看 如果这个地方是涨上来了 涨上来的话 那注意 这个地方会形成 这个地方会形成 什么呢 会形成这个破线分 也就高档的破线分 如果高档形成破线分的话 和这个位置 形成 假突破 那这个地方假突破 这个地方破线分 破线分比假突破 要什么呀 要大 那么至少在后面的 这个区间 相等的时间波内 也就是后半年内 都应该是相对来说 非常击盘的一个稳定期 而且如果我们真正非常强势啊 再画都丢掉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啊 这都没有了啊 我们再看 如果假设你看这个地方 假设这个地方啊 再上来 它形成一个定期 那么这种稳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稳的走法是吧 再回测 不跌破 上 跌破形成什么 加突破 下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 就我自己现在的交易系统 所给你 我完全完整的在 阐述和重复 我现在的交易系统 那么我们的交易系统 不是说大家说 啊你预测很准 或者他预测很准 我们不是一个预测 预测就是我告诉你 什么叫预测 预测告诉你 哎呦天啊 这掌 我告诉你 这上去了 三天 听着给力 你现在有多操 听着真给力 我跟你说爽 然后你就坚持就三天 然后或者说 经常很多朋友问的话 特一个问题就是 哎你觉得这波能涨到什么 能涨到哪 然后我说我 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觉得还跌不跌了 你怎么觉得跌 跌不跌了 我怎么能知道 我无法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 狗狗都困了 先把狗狗放下来 让它睡觉去 睡觉了 睡觉了 各位 睡觉去 所以我们是无法知道 就是市场后期是怎么走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 对自己前负责任人 不管是不敢自称交易者 对自己前负责任人说 我们至少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能保证 我们自己在交易的过程中 我们有一趟完整的来应对 if else if的应用方法 就是我们来应对 长怎么办 跌怎么办 我们是如何来做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你真的是非常激进的交易者 在当然我觉得其实也曾经是比较激进了 在这个位置上做空的话 那么你看啊 如果这个地方做空的话 我打保镖 会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空 所以我反而还不会觉得特卡 你看 这个地方一做空 一旦突破的话 很多人在这止损 所以它会形成一波涨 那么是否是 架得住上面很多阻力也要卖呢 就看它的这个回调在这儿 是不是能支撑住在上还是下的 好 这是周线级别的 我们今天就就是复习到这儿是周线级别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 那基本上就这意思了 那么好 我们今天说到就是整个这个大盘想法和自己的立场所 那么我自己次和大家给你看一些日线啊 日线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上一个区间现在到了一个组里 我上次在这个我给大家想这次做的不好啊 没赚什么钱 没赚什么钱啊 好好从来不利息说自己做的来着啊 从来不利息就脸皮厚啊 就是脸皮特别厚啊 脸皮厚你看啊 这个位置上极端超买落 当时是这儿进了啊 好家伙啊 好家伙给我整的 我一看啊又极端好极端 但是仓也不够了 然后拉起来 拉起来 拉起来在这个位置上输了 所以没这样的钱 是吧 没这样的钱 那这个地方又涨上去了 那么有人就说 我问你啊 问你 我当时看到很多人 其实说实话在这什么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买多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的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是买多了 我觉得挺厉害的 我佩服 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地方说了之后我是看到一定的自己的流入啊 但是我没法判断这个位置上 但是尤其你在那小时图的话 就是 这正好是一个push out failure 这个地方就下 又形成了一个 这个一个什么 一个看空的 price action的话 就形成low or low 所以我也在这种太多层 然后这个地方 我之前在这地方抽掉 那么这个地方我是不敢的 我对你 我问题问题就是很多人这波其实踏空了 很多人在这里看空 看空的话他就会涨 就大多数人都看空的时候 你去显示就会涨 你 但是我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或自己对自己的钱负责任的一个人角度来说 大家看 你看 你这个地方下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说了整个形态 从这个到这里有这么多的下跌 然后这里又这么多的下跌 那么他出现了一个筹码的坏 坏掉 然后又出现了很大的恐慌的情况下 我说了我们一定底部会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形态 会造成他再次上涨 你不管是三底 不管是两底 不管是零顶底 或者什么样 你会有一个形态出来 然后让这筹码重新 就是这么说 我如果大金钱买入的话 我一定要让这筹码慢慢买博一次进去了 那么会有一波两波三波 均线也调整好了之后再往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现在这一波我问大家 就是你真的能不能 能不能这波能拿得住 从这地方买 就真的拿到这了吗 你真的在不看这些图头出现这个 你到底卖不卖呢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就是买啊 在这个位置上买 拿不住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的止损点非常难射 因为它就是一个反弹的第一波 反弹第一波就特别难做 你看他这拿到这一波下来之后 反弹第一波 他多多在下 再上 然后再下 那么这个地方就WD failure 我们之前讲过 那么这个地方你真的拿得住吗 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拿不住 但是这两天 东东东涨起来之后 你看市场的sendiment 又很不一样了 大家这个时候又是非常非常乐观 又转向非常乐观 又觉得好像是天下太平了一样 所以这个市场的sendiment 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情绪就是随着 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这个一个阳线 然后就变得特别快 然后你可以看到别的图就说 哎呀我涨了 怎么怎么样 我问你为什么不买啊 就问你为什么不买啊 然后 我的建议还是就是 等 在那个虫中的群里面 我在里面就是培聊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义务和 没有义务的责任 就是主要是培聊 在里面跟大家聊聊天 说说一说自己的想法每天 就是 大家问了说这个 我们最好的交易方法和操作方法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些这个地方做工 但是你做工的话 你加得住这天天涨 如果你买铺的话 那个VIX是下降的 VIX下降的话 我们在上周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VIX其实是 VIX其实是一个走弱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是利于多方的 还有资金流也利于多方 还有就是这个CBC也利于多方 但是你你你如果是这个地方 在趋势上又仍然是下降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选择做空的话 你是不是拿得住 就说这个位置上 我们在做空 或者在做多的时候 都是很难拿得住的 因为他做多的话 你看很容易就 你做空很容易排空 然后你做多的话 你就知道这整个趋势现在是不好的 你又是像金工艺鸟的一样 每天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非常难受 所以这个位置上 既然做多和做空都不好做的话 我自己就特别简单一个方法 就看电视 就会说我尽量走好些其他事情做 你有很多事情 比如我他上班 那么就专心于上班 如果我没有时间上班的话 你可以在Udemy 或者是在这些学习的网站上下 一些课程学习一下 因为那上课程有教你做 我看了PriceAction的一些解读 还有用均线法在里面 还有帮你学习读 那个是2G市场数据的都有 你就可以通过学习 这个时候加上自己学习的好机会 就是说我没有非常完整的 或者说非常漂亮的战法 或者说特别有 特别说特别有把握的时候 那么这种选择过往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这里面频繁进出 你很容易被打脸 给大家看一个是努流CPCE 你看竞技中 现在就是特别大的振动 因为可以到这种特别贪婪 又可以到这种特别什么 特别恐惧 在特别贪婪之间游走 这就是市场非常弱势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应 那么你整个这个地方 你如果看 如果你把这个看成更大的一个M头的话 就这样 你看它就是这样 这还形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形成了一个 就形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颈线 所以这个地方前面的话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个人一直都是在这一段时间 一直都是一个偏空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的操作就是属于 我就求问嘛 我没这个能力 因为我首先承认 我有没有能力在这样的市场中赚钱 我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这个市场特别适合日内的 日内它波动很大 原来那种慢慢涨的话 日动波动很大 大家可以一天吃十几个点二十几个点一个ES 非常棒 所以我说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看到那个他浪大 他做的很棒 他每天上下游走啊 非常就显身性不一样的 大笔大笔的赚了赚了很多钱 其实大家有其实你没有看到的是他 你知道就在做的那些点位 每天设定那些点位 是无论我自己也在学习日内的一些教育 但是因为出于我要工作 比如说你比如十点钟 你会两点钟一变盘 东部十点钟变盘 我正好一点钟每天几乎都有会 你就很难在这个位置上做操作了 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个点位不是瞎写的 那个点位是很多画均线呀画形态呀 他那个经验他才写出那点位 而且最重要的什么是你看到那些点位以后 可能那些点位你可以超过来 但问题是你在这个点位上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方式 你如果止损你买多少个 你看到哪里 你如果操作 这些要一定要眼疾手快成为心理的活 这是一个长期训练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说 你看大家别人做的很好 首先第一就是要感谢别人分享他的劳动 分享他的一个知识 第二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就是我觉得是在每个几年的训练啊 是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自己也不敢贸然去做 还是以这个波段为主啊 因为还是上班为主吧 所以波段为主为辅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到别人赚钱的时候 完全不应该着急 我们在这里 我得说一新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只赚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只赚属于自己的钱 当你没有这个能力去赚那一部分钱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是 就是说休息 因为这样不动 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在这样的市场赚钱的话 那我何必要承担巨大风险损失我的钱呢 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快速支付 也不是快速发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保住自己的财产 就是的金钱或者说持有的财富 不缩水 这就成功了 因为99%的人 我这么说 因为14年参加了一些群 13年14年还是12年 大家就参加很多群 真正留下来跟大家继续共同奋战的群 我可能都不到1% 几乎所有人都退出这个市场了 一年以后 一年他才有70%到80% 大家就像韭菜一样被割歪就走了 因为你大多数人是无法 就是说你跟赌博相比 跟他赌博相比 你红黑就轮排赌 你赌红或赌黑 还有46%的概率赢呢 但是在这个市场中 有时候你的胜率就是0%几 因为就是那种 你的那个sentiment跟市场永远相反的 你当你觉得 当你太懒的时候就要跌 当你恐慌的时候它要涨 所以真正能做到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 能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性 然后我们真正做到 就是说我们能把握好这个市场 那需要很多训练和努力 因为包括心态上 包括系统上 你要对自己系统有点信心 所以它包括学习 各方面都要做到 才能在这个市场中游刃有余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有一步一步来 不用着急 我对自己的勉励也是这样 就是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尽量就不动 不动可能有的时候 或大多数时候 所以波段操作的时候 都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好 下面一个我就给大家讲的 逃避与市场 就是这个 嗯 给大家看一下啊 下面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月亮周期 好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move phrase 那么月亮周期是什么 月亮周期就是我们主要看两天 一个是什么是新月 一个是马月 那么我们有时候新月和马月 一般来说会成为市场的转折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我讲 我希望大家回去说做功课啊 回来问 带来自己走功课做复盘 那么你注意看啊 我画蓝现在这地方 就是不是新月就是马月的 所以我们注意看 之前有几个非常内狠 当然还有其他周期了 就是9月24还是25啊 去年的 咱们看 9月24你看 9月24号是 当时是个满月 满月的话再配合其他 里当然是 有些满月的话 而同时你看到 暴剧这样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死物日 如果你在满月和死物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样 这样你看啊 这个绿色的版 你如果要看我视频 也是这个 我这些数据和这些 这些 这些指标啊 都是公开的 你们随便打 大家看啊 就是分析过程 如果一看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死物日 是说的最高 同时有时候满月 这里保留巨量吧 那么后面的很可能 很可能会形成反转 对吧 很可能形成反转 那么形成反转 再说一遍 似乎是 和满月 或者新月 会形成反转 那注意看下一个反转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12月到24号 那我们再看这个年历 12月22号 注意22号是个礼拜六 所以我当时跟全力的朋友说 21到24号 可能是反转 但是我没有那个 自己做的不好 我没有那个耐心 我竟然是19号还是20号 20号 20号进去的 所以我吃了一波别 这就是自己需要总结提高的地方 12月21号是另外一个死物日 它又是一个满月 他又是一个满月 他又是一个满月 天啊 看 看 你要是真 咱们要真就这么玩 这么容易的话 这这这这这可是赚翻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再看啊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下一个 时间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其他的时间点呢 当然有了 新月也是啊 那么我给他看 看啊 所有画这出现的地方 都是都是这个转折点 都是画的转折点 看 不是每次他都是靠谱的 他大多数情况下不靠谱 我我指大多数是因为 是只超过20%就大多数了 就是 他不是那么精准的给予于你 那种可以操作 就是说你不能用他来做操作的唯一一局 或是主要一局 main局而弄 我们是用来操作辅助 你说 我们平常都叫左侧右侧交流 如果是左侧交流的话 你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是非常激进的进了一部分 参与 比如说 我在这里阳线没有出的情况下 我在在这进入 买入 那么就非常激进 但是如果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四无日 且这个地方 是一个满月的话 你的胜率就提高了 你虽然也是激进 你虽然也是冒险 但是 你的胜率在提高 你的胜率提高到 比随便下注要高出那么一点点 他就帮你提高那么一点点 你这个margin就有了 你的margin就有了 那么我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muffins会比简单 我们现在的一个反转日是什么 下一个我们19年下一个反转日是什么 大家看一看 我们下一个反转日是什么 1月20号是满月 还有1月14号 1月10 1月5号 14号 14号可能是一个小的 反转日 也就是我们周一嘛 所以大家看一下周一是不是有可能生成小的 反转日 但是为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 它并不是主要的 但22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又是个满月 22号可能 你看这里又成 又显成满月 它可能这个 那你要如被刚才 如果符合刚才我说的 那么假设的话 走再涨加突破下来 其实这种可能是不是就符合呢 可以 完全可以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一定就是 tt 就是trade by fantasy呢 不是 我们不是trade by fantasy 你如果是从我们price action的角度来说 这个词其实提到有点太多了 press action press action press action 什么是press action 就是 你这个如果把这个均线 pppp都给它扔了 那么你的这种k线组合出现了 比如这来一个阴线 那有出现一个lowerlow 那这就是一个反转嘛 这就press action 如果这事正好是14号来一个 那我明显那就这个下一个 那加上这是13日均线了 又hold不住 那么肯定那就那就那下一个就就奔这来了 就奔这 这个地方是很难支撑住的 这点平均也说是很难的 你你这个地方如果一二三 一二三的话 你没有说这一跌下来 就是这一地方支撑 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 我们再看啊 上面这个地方也是 如果是看 如果是涨上去的话 那就关注这个点到这 对不对 那么这还有很大一块可以操作的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说 我就说 如果你我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呀 都是公开的 你越南周期是不是都公开的吗 那么上次我就说越南周期是十 还有大家看四五日 每年四个四五日就四个 而且都跟那个越南周期特别近 越南周期你说靠谱 可能不靠谱 是不是 但是它是不是对我们增加辅助了 它有 我很喜欢越南周期 我很喜欢做越南周期 之前我也是复盘了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周期 因为我们之前复盘 它不光是越南周期 我还有很多的太阳周期 还有那个90天周期 25天周期 大队周期 这个越南周期是这个最好的 最好使的 是短线中线的一种转折 都最好使 所以 我就选择使用那个越南周期 我再说一个 就是这边的玄化 就是说我觉得 冥军之中万物皆有定理 万物皆有规律 我们其实很多事情就像月亮 或四季 或者冷暖一样 它 冥军之中是有安排 是有它的规律可循 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 人为的情况 对它进行干扰 比如说冬天 我可能有时候特别暖 夏天我可能特别凉快 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 但是不代表说 夏天就会变得冷 冬天就变得暖 它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周期 或者说我们 就是不怕改变的规律 那么股市 或者投资也是一样 它是根据情绪走的 也是根据资金走的 也根据商业周期走的 那么商业周期之后 还有人类发展的历史周期 和我们的工业周期 它都是有它的规律 所以你即使 光看我们的越南周期的话 你看这些点 这些点 你比方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 你很可能 我给你说 你说个错的理论 就是很可能 比如在这个位置上 来 我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一个转折 就很可能涨上去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 止损也容易 再下去了 那就是又一波下 那就是又一波下 所以 就是我们通过不停的增加我们的一些战法 靠谱的战法来增加我们的胜率 但它是不是就是一定胜呢 那不一定 没人知道后面该怎么走 我们要做得好 就是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对 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完全踏空的 我后悔没点如何 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能挣到的钱 我没这个能力赚这个钱 我干嘛非要在这个地方降进 对吧 就是知道自己是体能干贩 我没这个能力 我就不在这 降进 第三个 对 来说第三个 我复习一下上礼拜说的 战法 我给大家其实 顾比均线 顾比均线 来看 上桌在群里头 跟朋友们喊了一个 这个 新兴市场 咱们说新兴市场 你看 先说顾比均线 这三根阳线 哎呀 站在了这么多均线的上面 这个很大的红色的均线是 哎呀多少是均线 忘了 100日 20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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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日 战胜100日均线 战胜100日均线 所有的这些均线开始拧巴了 拧巴了呀 所以你看这个一一 它这一拧巴 我们 我把这鼠标拿出来啊 上线同学说 你看出来 看啊 这个地方 拧巴了吧 你看这个地方 你看咱们看两个 上次形成了一个什么 上次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 press action 形成了解不破 这个均线并没有拧巴在一起 但是均线往上套 马上就失败了下 因为 就拧巴的不够 你看之前这个下下跌的时候 这个拧巴的多厉害啊 每一次到人拧巴的区就倒 每次到人拧巴区就倒 现在是站上了拧巴区 因为美股现在 它到了一个阻碍区了 所以对新京市场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定压力啊 我觉得是有一定压力 而且现在是在一个超买区 我 所以我只不敢见特别多 当时是 啊 周五 还是周四 周四 周五吧 今天我们三度之一 然后再看这里 形态上 这一下 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图形态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周线上 我们之间是分析过了 周线上分析过 然后我们也看过了 就是日线级别吗 美元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 是个圆顶 圆顶的话 能意味着什么呢 但是它现在美元 是在外日线了 而且美元我觉得还会有 宽幅的震荡 从更长的周期数啊 这样 这是形成一个圆圆头 形成圆圆头啊 圆顶的 圆顶头 圆圆头 圆顶头 whatever 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头 是吧 形成圆圆头以后呢 我们你看 形成圆圆的头 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做测算的话 假设咱们的测算的话 我们做这个呀 我们做测算的话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这一波 等于这一波 所以它现在又到了这边 给付满足了 所以美元的话又要什么 又要反弹 美元又要反弹 美元反弹的话反弹多少呢 现在是下降趋势 反弹那么多 在下降我不知道 就这个对新型市场又不是特别有利的连续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啊 我们有看很多条件 那么就是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新型市场来说 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突破现在趋势性 我们有看到它 在这个地方是有点超买了 然后有突破现在趋势性的时候 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它啊 均线上的一个拧拨和反转 但是我们又看到美元在这个地方 又有起稳的意思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新型市场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如果我们从形态学上 他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 而且从这个均线上也是非常的买入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觉得我自己的看法就特别简单 我其实很多朋友看我朋友圈我都加了 就是看啊 它上的这个地方是个假突破 是hold不住的 因为这个地方hold不住 这个地方hold不住的话 它会再测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说啊 看啊 这个100日线hold不住 或者说这些均线密西区hold不住 那么它再次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更长时间的 它会盘底 会形成一个盘底 为什么我我大概率看盘底呢 因为这么看的 你看看啊 这么看 这个地方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迫切翻 这个地方形成了迫切翻 因为迫切翻的话 你看这左背这个地方 右背这个地方 来回来去在这个做盘向你了 那么之前就形成了一个 就形成了一个假突破 然后所以说它这个地方 震荡的时间就会长 但它是所以说这个地方突破可以买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 它这个时间波从假到负到 最好是从 你看咱们看 从假托破 到这个破线翻这个时间点 到这就又插摩了 又要动又要变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形成了一次突破 不管是趋势线的 不管我们看是趋势线的也好 还是还是均线的也好 它形成了趋势突破 那我就在这里买入 虽然我知道后面有点concern 就是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 到了这个下降的 就是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止损 首先就这可以止损 然后然后如果真跌下去了之后 在这个位置上也会形成一个止损 也会形成止损 那么如果如果再说如果 就是我们思考交易过程就这样 你问我怎么看 我说那我当然偏 我肯定偏多了 我当然希望涨了 因为我买了嘛 但是如果我就错了 但是错了大概率啊 这个地方如果跌破的话 那么又马上出 因为破线翻这个地方再被跌破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 会有会有波新的下跌 但是先这么看的话 你看这次黑现实又比较黑了 你们在一起的话 我还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偏多 我还是偏多 好了 那么今天就是这些 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问我们可以讨论 我根本谈不上给大家讲 我教啊 就是啊 每天的那个复盘的视频 你们看那个Trader Becky的 我特别推荐他的 我还真挺喜欢他写货 做的一些干货特别多 或者跟那个虫虫学啊 虫虫还开了什么 什么基础班三百块钱 你没有兴趣问他啊 就三百块钱就 就当买个Udemy了 所以 有兴趣的话 大家 你不管是跟谁上什么课啊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能自己提高 然后 就是 提高自己的这个水平 提高自己的这个 胜率 增加我们这个margin是非常重要 嗯 我看到其他的那个博主说 他们每次做这个视频都准备很长时间 啊 然后花了很多心血 我真的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没有花那么多心血 我就平常在这就是闲聊啊 闲聊 啊 胡喷 闲聊胡喷 我甚至连自己都不看 我做完是什么样的 我就等着大家一些回馈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就是告诉我 啊 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我会酌情考虑 就是因为啊 我做这个视频 本来的初衷就还是第一次讲的 帮大家解释这个东西 结果下来有100多个人的订阅了 啊 我就觉得诚亡诚恐 我今天每周都有人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对和不对 这就是 这是就是一家之言 也不构成这个大家投资的一个指导 完全就是 啊 完全我自己的判断了 就是这样 好 那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再见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些别的